好继续再看到花莲市长魏嘉贤 27号出席了花莲县老人会所举办的市长杯撞球赛 看到超过有百位参加者聚精会神来推干 其中不乏八九十岁的老人家 那么精神抖擞跟同伴们来联谊 为了鼓励银法族参与正当休闲活动 华丽市公所辅助华丽县老人会举办市长杯撞球活动 透过以求会友正经彼此间的友谊 也促进乐活人生的目的 魏嘉贤市长也前往现场向参赛选手问安 现议员魏嘉燕以及花莲县政府北区服务中心副主任张志华 也都到场为长者们加油打气 其实看到非常多的老大人在疫情过后 其实有很多的休闲活动 那也是我们的一个责任 那花莲市公所也办理相关的一个活动歌唱比赛 还有桌球比赛 还有很多的讲究在 他们非常希望每一个老人家 在疫情过后都各种 各种的休闲活动能够逐步的开始展开 那今天也期盼每一个老人家 从运动开始 那也要提醒所有举办的一个设断 要注意到防疫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再次的要感谢所有愿意来支持防疫工作的每一个朋友们 魏嘉贤指出 施工所在有限资源下接力为老人家争取福利 鼓励引法族参与社区各项活动以增进身心健康 花莲县老人会有五座撞球台 其中一座已经非常老旧 议员得知后表态要为老人争取新的撞球设备 之前老人会的会长就有说过 他们有球桌比较不符合现今的比赛跟练习的一个使用率 那家争之前也争取到一些撞球桌 然后可以補助给他们这样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参加这个比赛 能够让老人会这边有新的撞球桌可以使用 那未来老人会的各项设备 家争会一一检视 然后尽可能的把态就换新的赶快来做一个态就换新的工作 参赛会员的年龄层从65岁到90多岁 而其中年龄最长的为95岁的彭胜传老阿公 其次是94岁的郑春 他们在日治时期就读同一个小学班级 更巧的是汉卫市长的外公也是同学 魏家贤看到他们后被感亲切 你今年几岁?95岁 所以很喜欢打是不是? 每天来每天来 每天来啊? 彭胜传与镇村两位老大人表示 加入了老人会后开始玩撞球 他们说可以锻炼专注力 头脑的思绪也会更加的清晰 也能够达到应有的活动量 还能够因为联谊比赛增进生活乐趣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这一天来是好